来到纽约 最值得参观的是约 纽约 来到约克 最值得参观的是约克大教堂 这座大教堂是哪一年建造的 这座大教堂始建于13世纪 是全英最大的哥特式的主教大教堂 是欧洲中世纪最大 最富盛名 最富离堂皇的教堂之一 哇 这么有名啊 嗯 Rose 我们眼前的建筑就是当年的教堂吗 不 这座教堂在1984年的7月 遭到了一场火灾 现在所看到的是后来才修建的 哦 Rose 那这座大教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嗯 这座大教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彩绘墙 从玻璃的染色切割到镶嵌都是独一无二的 哦 难怪有这么多人慕名而来呀 我们去过的林肯大教堂 玻璃是非常有特色的对不对 对 莉莉 来到这么雄伟壮观的地方 你不想为以后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吗 OK 哦 哦 依娃 此行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中西教育的不同 还领略了美丽的异语文化 真是不虚此行啊 对呀 但是呢 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导游Rose为我们的介绍 那么我们一起和导游合张影吧 可以吗 一二三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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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